台興劇《法政先鋒5》 在萬眾期待之下即將播出 黃宗澤這次突破以往形象 首次在劇中飾現一名性格酷酷的法政人員 和法政系列三朝元老鄭俊宏拍照 Bosco透露自己要參與很多高難度場口 挑戰很大 不過他因此也學了不少新的東西 上山下海已經拍了 我又要潛水 我們要出海 已經做了 已經拍了 已經拍了 之前有沒有潛水 或者是否為了這套劇去學潛水 我又不用 他要而已 他請了一個教練來監場 有什麼動作要做 有請教練來 練了多久 都即場教的 哪有時間去學 我也想考考潛水排 好像很好玩 會不會危險呢 潛水 危險一定有 但有個教練在看著我們 就沒什麼 袁偉豪和孔德賢 在劇中飾演重案組警察 是默契十足的拍檔 而氣外 Ben對這位後輩也賺不絕口 Danny這一批的同學 我叫他師弟 他們很多都吸收能力很強 很快 還有機會都很多 我想相比起 自己2007年進來 這個公司的時間 其實機會未必有這麼多 還有真的要靠自己去摸索多點 現在看到一群年輕人 衝著上來的時間 其實都要跟他們一起去走 我覺得應該的 我覺得讓我們整個公司 整個行業都可以大家一起去 新舊的一起去向前走 許俊豪和曾淑雅 在劇中都是法政人員 第一次有份拍攝經典法政系列 他們當然是相當興奮 而為了演好專業人士的形象 兩位在背後都落了不少苦工 監製跟我們說 我們要看前面的人到底怎樣演 還有那些現場的方案怎樣去做 其實都是一個挺有趣的狀況 因為是一個專業人員 還有收到我接這個角色的時候 那時馬上看上一輯 因為想起做法政有很多術語 怎麼算呢 怎麼記怎麼說 沒錯 所以馬上看之前的集數